忽必烈从俄州撤退后 于1260年3月在开平称寒 忽必烈将文治行仁政 众汉臣行汉法 知人善任 笼络了一大批各族人才 忽必烈以汉地的人力物力为依托 虽然没有经过传统的忽雷勒台大会 但是仅仅依靠少数蒙古猪王的拥戴便称寒 自从蒙哥函公宋结束之后 巴蜀各地惨破不堪 1260年 四川智治市普则之现任 吕文德和贾思道推举欲兴接替普则之 同时刘整身任卢州之府 兼同川路安抚赴使 刘整有勇有谋 屡见其功 却遭到吕文德的猜忌 刘整的谋略被否定 功劳也被隐瞒不发 刘整元氏金朝旧将 在孟宫时期 刘整转头难送 任职小孝 刘整曾经以十二清旗 夜席信仰 宫上城楼杀入城内 一战成名 孟宫大为赞赏 刘整是军中良将 才气过人 且非一般人能比 但是因为判斤入宋的响将身份 长期遭到众人的排敌和鄙气 尽管如此 刘整凭借战功步步高深 刘整和玉兴素来不和 并且不善言辞 在抗蒙前线被孤立 自从鄂州大劫之后 贾思道全清朝野 当时和贾思道一同指挥 鄂州作战的还有江万载 对于贾思道的不齿行为 江万载不愿同流合污 这位52岁的礼部尚书 正值壮年 就辞官返乡 贾思道和吕文德 这两大集团排除异己 迫害忠臣良将 诬陷赵奎杜树等人贪污 而相师斌 曹世雄等多位有功之臣 被迫害致死 1261年6月 刘整觉得 一危不自保 便带领 卢州十五郡 三十万户 向成都刘黑马投降 刘整叛变后 即1261年下半年 预心 吕文德多次发兵 讨华留整 但是神必成 劳不可破 随后 南宋高层 以嫉妒功臣 激起留整 叛变的罪名 将欲薪降级免职 成为吕氏和贾氏集团的 替罪羊 同年秋天 杨文安从大祸城出发 率领骑兵 攻打达州 达州首将 显攻战败 同时 攒万寿统领 杨柏州战船 逆甲林江而上 反攻侵居城 但是被汪凉城击败 差点被俘 蒙古通常都市 将高级将领的儿子 留在金师作为人质 1262年正月 蒙古江淮大都 黎坦的儿子 从燕京逃回山东 随后 在1262年2月3日 黎坦率领五万多兵力 在连水投宋反蒙 为了配合黎坦 宋军立即渡过淮河 向新菜腾州发起进攻 五天后 黎坦的大军 进入益州 2月17日 忽必列命令 亲王哈比赤 讨伐黎坦 2月23日 黎坦率领数万大军 2月26日光占济南城 而此时 南宋的大军 火速穿插北上 于2月27日抵达腾州 蒙军抽调中原割处军队 前往济南 围杀黎坦 黎坦在济南 吸引了大批蒙古主力的注意力 并遭到重重围攻 3月20日 阿树等将领 趁黎坦出城 伏击并击杀黎坦4000余人 随后黎坦退回济南城 3月19日 淮敦安抚富士下跪 率大军从四周出发 攻打福利 淮安的宋军 在4月11日开始 攻打批州徐州 蒙古首将投降 4月18日 下跪分兵向博州发起进攻 5月3日 下跪攻破7线 蒙古万户礼役 和千户张浩武战死 5月9日 青阳孟延的军队已经达到历金 并占领山寨作为根据地 蒙古大帅暗托 从5月开始反攻徐州批州 这两处的宋军向南撤退 青阳孟延率领部队继续北上 从6月1日开始攻打蒙州 6月4日 青阳孟延遭到猛军截击 便停止前进 南宋派发5万两白银 犒赏山东各军 同时命令青阳孟延返回池原济南 青阳孟延惧怕猛军 他直接率领部队 从东部绕道返回南宋 李坦被围困数月 迟迟不见南宋援军抵达 1262年6月 济南城已经接近崩溃 7月 城中大量的守军开始向猛军投降 李坦无法控制局面 他屠大名湖自杀 由于湖水太浅 自杀未遂 被猛军抓住杀死 李坦的5万大军 让中原猛军损失惨重 李坦死后 渤州万户张宏略 向下跪发起反攻 张宏略水路并进 抵达郭河河口 下跪被迫退守起线 随后猛军攻打起线 放火焚烧城池 下跪坚守城池一个多月 最终弃城向南撤退 至此 南宋向北攻占的领土 全部被猛军夺回 在1262年正月 猛军撤离神币城 宋军收复卢州 在随后的几年里 巴蜀地区 猛送双方摩擦不断 展开拉锯战 双方互有胜负 1264年 忽必烈击败阿里布格 稳定的蒙古局势 1265年 德汉城投降 同年 下跪担任四川安抚使 并发兵攻打通川 下跪一举击败流整 猛军数千将士被杀 流整富商逃走 1266年 下跪统兵三万 战船五百艘沿着陀江逆流而上 再次发起进攻 宋军占领了云顶城 随后 刘整率猛军反击 宋军大败 下跪的两员将领和三千士兵战死 落水淹死无数 1267年 刘整向忽必烈献祭 恭送先攻襄阳 忽必烈非常认可 1267年8月 蒙古的正南都元帅阿树的五万大军 抵达襄阳附近 随后南下深入金湖地区 掳掠了五万平民 牛马五千余只 部队浩浩荡荡向北返回 南宋立即组织两怀骑兵五千 和步兵一万前去追击 阿树留下五千骑兵在牛心岭射服 而自己率领大军连夜北上 当天半夜 宋军赶到牛心岭 双方爆发激战 宋军大败 一万余人被杀 阿树的主力抵达安阳滩时 遭到南宋水陆两军的劫机 阿树损失惨重 最后在汉水北侧猛军的协助下 勉强渡河返回 蒙古此次劫掠之后 南宋调遣吕荣 镇守襄阳 同年 吕文德指挥四川作战 成功击退蒙军 并收复开州 1267年 刘整利诱吕文德 派人赠送御代 请求在襄阳城外设置雀场 进行南北护士贸易 吕文德觉得无关紧要 就答应了 蒙军在白河口建设雀场 紧接着 蒙军以保护雀场 防止盗贼为借口 在雀场四周筑起高墙 蒙军的堡垒便修建成功 紧接着 蒙军又在鹿门山修建山城 派兵驻守 吕文汉探知情况 得知被骗 于是向吕文德报告 吕文德不以为然 指责吕文汉求功心切 到1268年正月 蒙军在白河对岸 另外修建一座堡垒 以及在鹿门山城对岸修建新城 并且以堡垒为大本营 频繁出城截略 吕文德终于感觉到事态的严重性 于是下令加强各地防御 并且命令吕文汉 不断派出部队袭击蒙军 干扰蒙军驻城 但是效果并不明显 1268年9月 刘整率领五万骑兵 攻略汉水沿岸的南宋州郡 割地州郡紧闭城门 避开蒙军锋芒 蒙军以城堡为依托 在金香地区来取自如 1269年年初 蒙军开始在万山修建万山堡 并且在万山 斧头山 县山 渔关之间修建一字城 在南部 从万山到摩崎山 楚山 百丈山 新城之间也修建高墙 在樊城北部 牛首和白河口之间 修建了一条围墙 汉水东岸 白河口到鹿门山城之间 也修建围墙 企图将相反死死为主 情况非常危急 吕文德请求朝廷增援 1269年春天 汉水上涨 河面变宽 下跪从黄州出发 率领青州部队 满载大量粮草之重 沿着汉水逆流而上 抵达向阳城下 下跪抵达之后 与吕文焕交予而还 下跪此次救援非常成功 1269年3月16日 张世杰 率领步骑周师 继续赠援向阳 张世杰抵达赤滩普时 与猛军遭遇 展开大战 宋军失败撤退 1269年6月 阿树率领蒙古骑兵南下截掠 一直抵达金山等地区 俘虏一万多人返回 1269年7月 大雨不停 汉水泛滥 下跪趁机 率领战船三千余苏 军队五万余人 再次沿着汉水日上 救援襄阳 此时阿树在新野养病 陆门山由汉族万户 照臂指挥 两军将持七天 也不分胜负 阿树从新野赶回陆门山 亲自指挥战斗 下跪的军队 在龙尾州被击败 损失数千人 被迫返回 当月 范文普率军 再次持援相反 在冠子滩 被猛军击败 经过这几次失败的救援 吕文德 金湖安抚自治司 所属的七万精兵 损失惨重 溃捕陈军 1269年12月1日 吕文德病逝 李廷之接管金湖 蒙古一直对相反 为而不公 吕文焕 无论从哪个方向突围 均已失败告终 虽然南宋屡战屡败 但是南宋水军 依然能够突破猛军的封锁 与相反取得联系 1270年3月 刘整建议 训练水师 忽必烈同意了这个计划 1271年 忽必烈取易经 大栽甘元 建国号为大元 定都大都 元王朝正式登上历史的舞台 1272年3月 援军开始强攻相反外国 攻占了古城堡 宋军两千守军全部战死 此时 向阳城内的柴言不辟开始紧缺 1272年5月 李廷之将全部军队 调往尹州 军州助手 由于李廷之无法调动范文虎 李廷之手上的兵力不足 他招募了乡隐西山三千壮士 让民兵领袖张顺张贵作为统领 1272年5月24日 汉江水长 张顺张贵率领着三千部队 从军州出发 满载物资 顺江而下 吃原相反 援军的水军在江面上阻击宋军 张顺张贵不计生死 身先十足 张顺身中三枪六箭 不幸战死 三千壮士 偷破援军的重重围堵 于5月25日早上 抵达襄阳城下 这次送入的物资 使襄凡被围困数年来 送进来最多的一次 最重要的是 这支民兵队伍进入襄凡之后 为襄凡守军加入了新的作战力量 襄凡守城郡民受到极大的鼓舞 几个月后 即1272年9月9日晚上 张贵按照约定 从襄阳发兵沿汉江而下 准备与尹州守军会合 下贵率领水军 从尹州发兵逼近援军水寨 准备随时接应张贵 由于天气不好 下贵的水军遇到大风浪 便命令大军后退30里 张贵的军队快要抵达龙尾州时 没有看到下贵的援军 反而遭到援军猛烈阻击 张贵损失惨重 便率领军队逆流返回 阿树 刘整 阿里海牙等蒙古将领率军追击 一直追到鬼门关 俘虏了张贵 送军2000余人的部队全军覆没 张贵被俘后拒绝投降 阿树将他杀掉 并将尸体送到襄阳城下 襄阳守城军民士气大为低落 这是襄凡的最后一次尝试突围 禁军统帅范文虎 不听从李廷之的调遣 而且胆小切战 金乡割地的百姓对他深恶痛急 随着援军的水军预见成熟 宋军无论从内向外还是从外向内 都无法突破援军的封锁 襄凡几乎被困死 襄凡守城军民彻无违心 仍然坚持抵抗 1272年11月 原政府决定强攻襄凡 刘整和阿里海牙认为 应该先打帆城再攻襄阳 于是忽必烈命令使天泽为总指挥 开始全力攻打帆城 援军的水军经过几年的发展 已经颇具规模 援军的水军切断了帆城和襄阳之间的扶桥 并且俘获了宋军船只30余艘 随后援军从城池四面 兵分无路 对帆城发起猛攻 援军投入大量兵力 并且首次使用灰灰炮 早在一年前 即1271年 忽必烈就听说 西域有这种威力巨大的灰灰炮 于是派人联系他的侄子 也就是伊利汉国的国王 叙列武的儿子阿巴哈 上他所要制造炮时的工匠 工匠抵达袁大都后 立即开始制作首批巨炮 并且在袁大都五门外 验证了这种炮的巨大威力 忽必烈看后非常高兴 下令大量制造这种灰灰炮 并在第二年 也就是1272年 攻打帆城时 用上了这种新式武器 灰灰炮能发射150斤巨石 射沉400米 炮石入地 能砸出一米以上的深坑 城墙城楼击中避毁 樊城七千守军拼死抵抗 两个多月后 樊城良谨圆绝 城池残破不堪 援军从各个方向攻进城内 宋军与援军展开巷战 樊城守军全部战死 援军将城中数千百姓全部杀死 整个樊城血流成河 援军将城中军民的尸体 挂在樊城南城墙上 襄阳守军隔江看见 士气极为低落 樊城陷落后 援军立即开始进攻襄阳 援军把回回炮架绘在 襄阳城东南 初次炮击就击毁城楼 城中军民大为惊恐 原政府决定 对襄阳采取招降政策 又担心刘整公报私仇 妨碍计划 于是将刘整调往怀西 阿里海牙亲自前往城下 折剑为势 许诺高官后路 并且保证不投降襄阳 1273年2月24日 吕文焕同意投降援朝 襄阳陷落 至此历时六年的 相反保卫战结束